嗨,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回到鸚鵡小木鵡寵物鳥圖鑑的第十集 今天這一集桃面愛情鳥的呈現方式會比較不一樣 是用比較輕鬆的方式來講今天的鳥圖鑑 上一集講的是金太陽,還沒有看的觀眾要趕快去看喔 我們今天要來討論的是桃面愛情鳥 桃面愛情鳥是屬於一種小型鸚鵡 最大的特徵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牠們紅通通的臉 為什麼會叫牠們愛情鳥呢 原因啊,是因為牠們一生中幾乎只會有一個異性伴侶 對於配偶相當忠誠 如果另一半離開自己,可能會憂鬱失落 所謂的另一半在寵物鳥裡面 如果你只有養一隻的話,牠的另一半就很可能是主人 之前有看到觀眾留言想要知道 養一隻鸚鵡跟多隻飼養的優缺點 這邊一次幫各位做一個整理 如果你只有養一隻鳥的話 對於從小飼養到大的鸚鵡來說 牠們幾乎把人類當作伴侶 所以優點是通常只有一隻鳥會比較親人 包含有些人會喜歡教牠們說話 一隻的教學會相對容易 因為牠們已經把自己當成人了 喜歡學人類的聲音 再來空間跟經濟上面不用多說 一定會比較便宜一些 對於第一次養鳥的人來說 可以先養一隻就好 因為你比較好控管牠們的飲食與糞便等等健康狀況 這也是養一隻的優點之一 那相對養多隻照顧起來一定比較有難度 在生病的時候也需要進行隔離 否則群體感染的機率相當高 群體當中生病的鸚鵡 也喜歡偽裝成自己沒有生病的樣子 這就是生存的本能 在野外只要一表現出脆弱的一面 就很有可能成為獵食者手下的犧牲品 養兩隻以上難道就沒有任何優點嗎 對於愛情鳥來說 牠們會很喜歡成對的生活 因為我們不可能24小時陪伴著寵物 而牠們自己的伴侶將成為牠們的依靠 不僅大大降低憂鬱的可能 對於咬毛的機率也相對的降低很多 繼續回到愛情鳥 影片中這一隻愛情鳥叫做鴨鴨 是一隻很親人的愛情鳥 最大的特色就是牠們背部靠近尾巴的地方 是呈現天空的藍色 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 逃遍愛情鳥就是所謂的小鷹 牠們原產於非洲的西南部某些乾旱的沙漠地區 主要棲息在海拔1500公尺以下的乾燥林地內 從次沙漠地帶的乾燥草原 河流旁的林地 棕櫚樹林到農作物都是牠們很常活動的範圍喔 雖然牠們原產於非洲 但是牠們因為人類的引進也漸漸拓展到了其他的地區 甚至在野外也建立了很大的族群 公視曾經報導牠們會出現在美國的西南部 牠們主巢在仙人掌的洞裡 但是這些洞並不是小鷹自己做的 鳳凰城當地也有一種叫做吉拉的啄木鳥 牠們在仙人掌上面打的洞只會用一次 於是這些小鷹就從非洲的岩壁當中 轉而進到美國西部的仙人掌洞穴裡面了 每年2-3月以及4-10月會進入繁殖季 每窩蛋約產4-6顆 這些優質的自然條件以及豐富的水源 讓牠們在目前的國際自然保護聯盟 被列為最不被關注的鳥種 平均而言 牠們的體重約為50-60克 長度約為15公分 野外共有兩個牙種 在分類學上面 牠們是屬於牡丹鷹鵡鼠 但是跟金太陽一樣 在早期都是屬於非洲鷹鵡鼠 後來才改到牡丹鷹鼠當中 但我們常在說的猛丹 也是這個屬的 之後如果大家想要聽的話 我會獨立做一集 但是牠們跟桃面愛情鳥的大小 習性種種方面很類似 所以我們這一集就先著重在小鷹 原生種的小鷹跟鴨鴨顏色其實不一樣喔 原生種的小鷹啊 牠們是綠色的 桃紅色的臉蛋好像 鋪上了濃濃的妝容 在小型鸚鵡當中 也擁有很高的識別度 性別上面比較難從外表上面做判斷 如果你天天跟你家的小鷹接觸的話 應該可以稍微從個性上面做初步的性別推測 再來也有一些比較經驗豐富的人 牠們會摸牠們的骨盆腔 母鳥因為要生蛋的關係 所以會比公鳥來的寬一些 外型上面公鳥也會大隻一點 小鷹還有什麼跟其他動物不一樣的特徵呢? 這時候我們就會討論到另一個東西叫做本能行為 什麼是本能行為? 就是在行為學當中透過基因的方式所影響的行為狀態 例如我們想睡覺的時候就會打哈欠 這種不需要靠後天學習的行為 我們就稱之為本能行為 小鷹也有一個很特別的本能行為 這個祕密就藏在他們的基因序列裡面 有一種沸屑式愛情鳥 他們在尋找竹槽的材料的時候 就會選擇比較長的材料叼在嘴上面 飛回他們的槽裡面 但是桃面愛情鳥卻不一樣喔 他們會找一些比較短的材料 然後小心的把它夾在他們的背後羽毛 將紙條塞在背後這些行為 也是在其他鸚鵡裡面罕見的 這些行為都是他們透過基因遺傳的方式 而留下來的本能 沒有人教他們 他們也有辦法做 而且做得很好 最後我們來談一談愛情鳥常見的疾病 還有會不會傳染給人類 這個大家都很好奇的問題 當然我不是鳥醫生 不能給各位什麼醫學研究 但是我能夠把統計以及整理的資料 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其實動物的疾病 基本上是很難互相傳染的 這些疾病要傳染給人 還得要再進行新的基因突變 同時還需成功的躲過 新宿主的免疫系統攻擊 因此如果要從動物傳染給人類 其實還有一段距離 也不用窮緊張自己嚇自己 但是也不是說他們不可能傳染給人 免疫系統能力比較差的人 一定要特別注意 跟鳥類接觸一樣 也是要保持注意適當的距離 不建議過度的親密以及互動 清理排泄物或者是整理環境時 一定也要保持距離 避免沾到其他的細菌 如果沒有辦法保持距離的話 我會建議你戴上口罩 以及使用酒精偶爾消毒寵物的環境 保護鳥兒也保護自己 愛情鳥上面的疾病 有人說有可能傳染給人類 有些研究發現愛情鳥上面 可能會含有可能感染人類的酵母菌 但酵母菌的孢子只會在於 鴿子大便接觸時才會被啟動 有些研究在木丹納桃面小鷹 黑面牡丹當中發現一種寄生蟲 科學家認為這種寄生蟲 有可能會傳播給免疫系統受損的人類 但是幸運的是這些幾乎很少出現在寵物鳥 野生的鳥類飲食上面 以及其他環境比較複雜 更可能會有這些寄生蟲的問題 什麼人適合養小鷹呢? 如果你想第一次嘗試飼養鳥類寵物的話 小鷹的確會是你的口袋名單 而且在市場上面 小鷹的價位其實不會太高 有些甚至兩三百塊一隻 除了在經濟上面的門檻比較低之外 小鷹的個性親人 有一點像女兒一般的存在 時而握心、時而貼心、時而發一些小脾氣 但你絕不可能討厭他 小鷹屬於小型鳥類 所以在飼養空間上面 也不會佔據太多的空間 平時支出的飼料費的部分也會比較省 他們吃的東西我就不贅述了 他們的叫聲雖然不大 但偶爾也可能發出比較尖銳的聲音 這一點在飼養小鷹之前你必須要知道 而且他們幾乎沒有什麼學與能力 純粹裝可愛的技能點滿 個人認為他們是小型鳥當中顏值數一數二的 總而言之 小鷹是一種既擁有可愛外型又活潑聰明的鸚鵡 適合新手 如果你有任何關於小鷹的問題 或者是有什麼我沒有講到的重點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喔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了 還有什麼寵物鳥還沒有介紹到的話 一樣底下留言 下一次寵物鳥圖鑑應該會開始介紹月輪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也不要忘記幫我按讚 並且分享還有訂閱我的頻道喔 我是Jack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謝謝 謝謝 高載